上学时段高雄这所高中校门前不时 汽机车临停接送孩子 在平凡不过的日常 却有家长因此被检举 怒婆文 家长提出罚单 照片显示黑色汽车在交叉路口处 违规停车被拍照检举挨罚600块钱 他气得大骂 早上上学时间是学校教官指挥家长们 让孩子下车 这样也被检举 检举的人心态是正确的吗 你不知道这是上学时段吗 其实短时间还好吧 再玩小孩马上就离开 我觉得应该是 不算很过分吧 实际观察校门口 没有汽车的临时接送区 停在防网线前违规被检举 让家长无所适从 尚无妨碍其他人车通行 本轮局将含请本市交通裁决所予以策单 警方认定可以策单 而校方也发声明回应 表示如果影响交通安全 会请家长移车至前面篮球场为墙旁 白县家长零停区 现场也有交通告示牌告知家长 红线是全日禁止临时停车 黄线是上放学时间两个时段不能停车 但就怕还有人注意要检举 家长接送学生上下学 最好还是遵守法规以免自伤可报 近新闻林青春节采访报道 立刻下载近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 这边有没有在设计了 这边有写 decides 得到没有人的 将快把绝花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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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